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奇人之道环治奇人之身 还有股复臭文的味道 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大家就来听大木讲解一下吧 因为女朋友被牛头人了 所以我也要牛头人回来 相信已经有观众笑出声了吧 大木一看到这一标题 直觉告诉我 嗯 有趣 Interesting 这等好活 大木倒是想要看看作者会搞出什么幺蛾子 对于各位来说 幸福是什么 或许答案各种各样 但对于本作男主 大学青年依色优来说 幸福就是和自己可爱青春的女友花莲 躺在情侣酒店的床上 尽情挥洒青春的汗水 和女友一起的时光就像天堂 身体的触感简直让男主欲罢不能 所以就算坐着坐着 可爱的女友突然说 Darling 我去洗个澡 男主也只是一脸乖巧地在床上等待 好事多磨 没错 等待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然而上一秒天堂 下一秒地狱 一女友手机不断响起的消息提示音 男主在好奇心驱使下点开女友手机的聊天界面 亲爱的 你到家了吗 我好想你哦 我的身体空虚寂寞冷 我也是 我的身体还残留着学长的温度 什么时候再见一次呢 一周一次简直不够呀 那亚苍学长你想坐几次呀 想每天都和花莲坐 那一刻男主呆住了 身为男人 要相信自己的女友本是理所当然的 他也要相信女友 毕竟花莲是男主上大学以来的第一任女友 谁又能轻易怀疑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呢 但这些聊天记录 男主已经看不下去了 这种赤裸裸的话语能指向的只有一种答案 那就是女友花莲不是在今天 而是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出轨了 出轨对象是压丧折野 是和男主在同一社团的黄毛学长 这么想来 原来之前女友没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光 说我要见朋友 我要和家人吃饭 我要写报告什么的 想必一定去见那个黄毛学长了 男主用自己的手机拍下这些聊天记录 然后默默穿好衣服 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明明在今天之前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没想到这顶绿帽子 就这么突如其来的扣到了自己的头上 可恶 自己确实比不上黄毛学长 人家确实长得帅 但长得帅就可以对认识的后辈的女友出手吗 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明明他自己就有个笑话女友 为什么还不满足 黄毛 黄毛女友凳子学姐以及男主 他们仨从高中就认识 在男主的印象中 灯子学姐应该就是所有男性的理想型 外貌美丽 身材完美 个性端庄 是个没有一丝缺陷的知性美人 而当时的灯子学姐在和黄毛学长官宣后 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对才是天生一对 大家都觉得般配的不得了 所以这样的女性 若是知道了自己的男友出轨了会怎样 一种奇怪的念头浮现在男主脑海 内心的愤怒不甘都在叫嚣 这些情绪很快支配男主掏出手机 拨打灯子学姐的电话 按下通话键 铃声响起三面后 电话接通了 你好 男主深吸一口气 开口回复 灯子学姐 请你和我sex吧 所谓自己被黄毛牛头人了 不如干脆自己牛头人回来 这对狗男女可以做的事 自己为什么不能做 横竖都要报复的话 那学姐就应该答应自己的要求 然而灯子学姐的回答是 学姐还是学姐 立刻就听出男主的不对劲 是发生了什么吗 你不像是会说这种话的人 听到这句话 男主终于忍不住哭出声 出轨学弟的女朋友后 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继续和学姐交往的男人 和出轨男朋友的学长 还一副无视发生的样子的女人 他们才是不正常的家伙 我 我的女朋友卡莲 和鸭舱学长出轨了 我 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男主用尽了力气 才将这句话传达出去 而灯子学姐在电话那头也是有所迟疑 他让男主冷静下来 两人约定明天见一面 再来详谈 现在下午三点 男主正坐在一家咖啡厅 等待灯子学姐的到来 从昨晚到现在 男主一直处于抑郁的状态 他不知道这样的自己 能否理清灯子学姐的话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终于学姐过来了 先是走到男主对面座位 将随身物品放好 然后又去前台端来两杯咖啡 这才坐了下来 泪水在昨晚流干后 现在的男主只有疲惫与麻木 他把拍到的聊天记录 递给学姐看 而学姐浏览了至少五分钟后 脸色也变得惨白 把手机递回去的时候 手指甚至还在颤抖 这么看来 你不是在说谎的 学姐端起咖啡 却迟迟不喝 我觉得 不能放任那两个人继续下去 所以为了报复 你希望我和你劈腿 正是如此 然而学姐还是拒绝了 理由有三 一是没有能彻底垂食 花莲鸭舱出轨的证据 学姐认为 这些聊天记录 不能排除伪造 或是恶作剧的可能性 二是 如果学姐答应了男主 那么失去了清白的他们 同样也会失去 惩罚黄毛那对的资格 毕竟被对方抓住 反咬一口就不妙了 三是 学姐认为 惩罚绝对不能过于简单 它要让黄毛尝到 不甘心的要死的滋味 既然要刺激 那就贯彻到底 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学姐想要让黄毛感受到 无尽的绝望与后悔 至于学姐说的报复 具体方针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 让各自的原配再度爱上自己 看准对方离不开自己的时机 然后甩手离开 堂堂正正的分手同时 再绝情地说 今夜我要与别人在一起 还有什么能比这样更绝情吗 想想自己最爱的男女友 突然跟自己说 我们分手吧 今夜我要和别人共度凉消 被分手方会怎么想的 恐怕宛如天崩地裂吧 男主想着未来某个瞬间 鸭仓哭着跪地 祈求学姐不要离开 花莲一边道歉 一边拽着自己的一脚 试图挽留 而自己与学姐终将绝情离去 然后站在一起 这样的画面 让男主重新振作起来 为了那一瞬间 复仇成功的快感 他答应了学姐的复仇计划 二人组成反牛头人联盟 学姐还创了一个新号 供他们聊天交流情报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男主与学姐表面 依旧和自己原配风平浪静 私下通过交换情报 不断挖掘出 这对狗男女的出轨时间线 以及他们的约会行程 这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好家伙 原来在那么久之前 这俩就已经搞上了 而且每次优惠 都会找一样的借口 以及地点都是情侣酒店 甚至在学姐的帮助下 二人还成功找出 这对优惠碰头的车站 为了能让这俩彻底实锤 学姐决定和男主 进行下一阶段计划 他们双双跟各自的原配说 周六有事情要出门 目的就是要看一看 黄毛跟花莲到底会不会优惠 果然 男主这边一跟花莲讲完 这女的就开始 旁敲侧击地问她 什么时候回来 这不就是想暗中算好时间吗 男主心里头都要气炸了 假装出门后 男主跟好友租了一辆车 然后把车停到了 能监视到黄毛学长公寓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 同样也假装说 出门有事的学姐 也带着闺蜜 开车与男主他们会合 四人轮流换班 监视黄毛的公寓 太阳下山后 车内只剩下了男主与学姐两人 外面的光线越来越暗 车内学姐的注意力 也越来越集中 终于在某一刻 他们看见了一男一女 紧贴着慢慢走来 就是花莲和鸭仓 还在大街上呢 这两人扎到就开始 搞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男主脸都绿了 在那对亲亲我我的时候 学姐低声 让男主拿相机拍了下来 不光是男主跟学姐看到了 就连他俩的好亲友 跟好闺蜜也都看到了 而且相机里 还有黄毛花莲接吻的录像 所有人都觉得出轨实锤时 学姐竟然还是不能肯定 说必须要拍到这辆同处一室 达到一定时长后才罢休 现在车外的公寓里 正在上演激情NT2戏码 车内的两位战士 还在坚持录像 一想到从很久以前开始 各自的爱人就已经同窗异梦 如今竟然还被自己 拍到出轨的画面 男主与学姐难免心中有些苦涩 他们开始在车内 谈起了各自的恋爱 原来从一开始 男主其实是喜欢学姐的 在知晓学姐与黄毛在一起后 男主才跟花莲交往 虽是如此 花莲也算是男主的初恋了 毕竟热恋时期确实甜蜜啊 而这个人渣黄毛 也是学姐的第一任 人长得帅 性格又阳光 更重要的是 从高中开始 这黄毛就对学姐格外热心 这样一个表面上的优质男 就算是学姐这种理性女 也难以抵挡她的攻势啊 热恋期大家都恩爱 但知人知面不知心 因为不够了解与过于信任 才有了今天这种荒唐的局面 再美的美女 照样也输给了可爱的 更能积极保护于的后背 终于眼泪从学姐眼中流下 一直让男主由衷佩服的理性 在这一瞬间消失殆尽 学姐捂住脸 蜷缩着乌烟出声 肩膀与身体颤抖不止 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 学姐终于证实了 自己与男友出轨的事实 也终于下定决心 要和男主一起执行 最后的分手计划 距离平安夜还有两个月 学姐要在这两个月里 对男主进行大改造 她要把男主变成 会受女生欢迎的类型 然后让花莲再一次 深深爱上自己的男朋友 爱得越深 越来越离不开更好 这样直到平安夜 在这个本当与自己的恋人 沉沦在幸福中的日子里 学姐和男主 同时对黄毛和花莲宣布分手 爱得越深 分手时给到的后劲才越大 这样复仇的快感 才会达到最高 这就是二人的最终计划 怎么说 这些年来的恋爱像作品 越来越不好好走正常套路了 纯爱不香嘛 非要来个牛头人 不过这类似的套路 大妈还是觉得挺眼熟的 例如以前的郑宗君的复仇 男主也是为了复仇 于是进行魔鬼训练 减了肥 摇身变成一个大帅哥 然后开始跟女主斗志斗勇 不过呀 郑宗君可是纯纯的恋爱喜剧 且最后 郑宗跟爱基还是修成了正果 而这边的男女主 则是一开始就被牛头人 这恋爱谈到一半就被迫看到了这么糟心的一幕 属实令人哽咽呀 经历了悲伤的一夜 斩断旧爱的学姐在第二天 将男主约到之前用来碰头的咖啡厅 想要让平安夜计划达到最佳效果 就必须要让双方原配重新爱上自己 在对方爱到无法自拔的时候 将之无情抛下 这种困惑与不甘 将会是此次计划 送给那对狗男女最好的礼物 然而怎么才能重拾旧爱呢 灯子学姐这边还好说 毕竟人家颜值身材在线 而且学姐本身在学校就很有人气 所以黄毛现在还是有点危机感的 至于男主 他这边才是计划的核心 因为现在的花莲相当于80%都已经跟黄毛跑了 就算人在男主身边 心早就飞到黄毛那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 如何才能让原配回心转意 学姐给出的建议有四条 一 外表做到整洁干净 女方选择交往对象 虽然颜值确实会算尽考虑范围 但完美的帅哥还是占小数 大多数都是颜值中等的人 这些人其实只要穿搭整洁 风格令人舒适 且保持干净爽朗的外观形象 一般都能获得女性的印象分 不过关于这一点 学姐评价男主姑且还算是已经达到了 二 学会倾听 女方向男主诉说某件事 又或者是抱怨的时候 其实并不一定希望男朋友在旁边硬附和 或者生硬的支招 那样只会感到尴尬 其实这种时候 男方只需要在旁边默默地听着就好 偶尔回一句 让女生有 啊 原来我男友在好好听我讲话 并理解我呀 这样的感觉 三 学会主动打开话题 表现欲强的男生固然不会很受欢迎 但如果既不会看氛围 又在女生身边纯纯闷闷 同样也会丧失好感度 四 提高在女生团体里的好感度 花莲是个强占有欲加强展示欲 加渴望被承认的女生 这样的女生在男友满足不了要求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轨 但同时她在女生团体里 也算是人气极高的类型 所以如果某一天 花莲从其他女生口中 听到有人夸自己的男友时 她会怎样 恐怕会因为占有欲重新粘住男主不放吧 而这一转变 即将成为平安夜计划的重要一环 当然 凳子学姐也不是白白给男主织这些招 纵使黄毛心里目前还有学姐 但她也想要主动改变 于是学姐向男主请教的是 我想变可爱 于是接下来呢 二人就以互帮互助的名义 展开各种模拟约会练习 中间这俩还搞突击 搅黄了花莲跟黄毛的优惠计划 然后双方又一起搁了彼此原配的约会 让这对狗男女也尝到了不被重视的滋味 而男主跟学姐则是一边暗中观察各自原配的反应 一边在约会中逐渐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例如学姐带男主逛穿搭了 凭借非常靠谱的审美 帮男主搭配了三套不同的衣服 期间学姐还特意叫来了 社团里比较有影响力的女生小团体 给男主当实战对象 通过牢记学姐的建议 男主成功切入小团体的话题 还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再加上他们聊的话题 正正好好跟男主专业对口 于是这些女生逐渐把男主当大佬 个个都想请她帮忙 这样一来 女性群体中的好感度问题也算是解决了 至于学姐想要变可爱的烦恼 男主则是提议开车带学姐模拟约会 他们约了周日 避开人群来到自然公园 这里有树林 有沙滩 有海浪 还有各种宇可宫观赏 简直就是约会圣地 中间学姐划了一跤 还是男主英雄救美 危机之时一把抱住了学姐 姿势非常暧昧 两人之间的氛围也是nice到极点 他们一起在沙滩上散步 一起帮小孩找家长 一起在灯塔上眺望大海 一起交换各自的冰淇淋 一起坐在岩石上看星星 玩了一天 灯子学姐非常开心 她很感谢男主今日的约会计划 这让她又做回了自己 这种感觉是在黄毛身边未曾感受到的 学姐说 老实说 我还挺嫉妒花莲的 因为她能一直和你像这样约会 学姐告诉男主 她之前不是没考虑过和黄毛分手 只是黄毛虽然现冲 但身边没一个真兄弟 说到底 学姐自己还是被黄毛寂寞的一面给绊住了脚 因此才能陪她到现在 对于出轨一事 学姐说她之前多少有点察觉 但她觉得黄毛身边有很多追求者也算正常 可能是她自己太没魅力了 但男主极力反对这一观点 她拿出一叠照片 照片里全是学姐 开心的学姐 提心吊胆的学姐 享受食物的学姐 聊起发丝的学姐 这些都是男主在约会时 用相机记录下来的画面 而这些照片也是男主要给灯子学姐的答案 学姐曾说她想变可爱 殊不知这些照片就能说明 学姐本来就很可爱 男主想要表达的是 与其使用各种手段 不如按照自己所想 直率地表达出 自己感情的灯子学姐是魅力十足的 满分 在此之后 二人计划也在顺利进行 通过野营事件 男主在女生堆里人气暴增 花莲危机感增强 开始对男主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 而学姐也听从男主意见 给黄毛做做爱心便当 就把人家又迷得不要不要的 在决战计划还剩一天的时候 男主跟学姐将黄毛跟花莲出轨的事 告诉了他们的社团部长 同时也将平安夜计划告知 部长为人处事公正 他们这样做是以防黄毛暴走 想让部长帮忙镇住场面 而到了平安夜当天 社团内部举行情侣大赛 男主跟花莲排名第五 学姐跟黄毛理所当然第一 第一名的CP将会获得奢华大酒店套房一碗的入住券 奖品非常到位 黄毛嘴角笑得飞起 但是呢 这个主持人是队友 在他的套路下 酒店入住券的所有权转到了学姐手中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自己要被喂狗粮的时候 学姐拿起话筒 让男主走到他的身旁 接着学姐继续说道 我引导灯子 现在宣布和压仓折野断绝一切关系 话筒再递给男主 我依色优 从现在开始 宣布和秘本花莲断绝一切关系 并且不再往来 好戏正式开场 当然黄毛和花莲反应尤为明显 学姐当众多次质问 但黄毛依然试图装傻过关 最后还是被学姐爆出 他和花莲出轨的事实 这边还没消停 某个壁池又开始发疯了 胡说 我才没出轨 你们冤枉人 我在他家只是喝茶而已 喝了一会儿就走了 好家伙 喝茶能喝一晚上的 却人说谎都不打草稿 结果知道了男主手上 有图有真相后 花莲又开始撒泼打滚 试图恶人先告状 控诉男主跟学姐没道德 是跟踪狂 想把自己伪装成弱者伯同情 结果反而引来了女生群体的厌恶 发展到这里 再装下去也没意思了 干脆算了 摊牌了 花莲一边骂着吃屎吧 一边夺门而出 而学姐那边 也再度爆出更严厉的发言 她当着黄毛的面告诉她 今晚这个平安夜 她要和男主一起度过 这次轮到黄毛发疯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说是男主勾引自己女朋友 不得不承认 这黄毛跟碧池确实有缘分啊 出轨出一块 发疯也是一个母子 其实这个时候 学姐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因为黄毛平时是人群的中心 一到这种场面 其他人就落井下石 压根没人出来帮她说话 身为前任 还是要象征性的难受一下地 不过学姐也给过黄毛机会 不在意的是她 不珍惜的也是她 事已至此 倒也没挽留的余地 因此男主跟学姐 带着两张豪华酒店的入住券 在黄毛心碎的注视下 离场了 在酒店里 两人也没像大家想的那样 发生点什么 其实学姐并没有被黄毛拿走第一次 之前的那些甜蜜 也是她拿平安夜 可以瑟瑟来诱惑黄毛的 黄毛从高中开始 就对学姐有好感 今年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交往 期待了好久的 可以etch的平安夜 就这样 倒嘴的鸭子说飞就飞了 这一刻 男主无比爽快 总之现在 男主跟学姐是名正言顺的男女友关系了 就是还没本垒 据说在第二卷 学姐还有了新的竞争对手 是男主朋友的妹妹 这个妹妹从初中开始 就对男主抱有好感 再次与男主相遇后 妹妹表示要大胆追爱 于是对男主展开了超猛烈的进攻 至于学姐和男主的进展 肯定多少也会起起一点浪花吧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